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雁铭,继续给大家多讲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胡宗南 1944年,在新疆发生了伊宁叛乱 伊宁叛乱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三区革命的开始 三区革命呢,是从1944年一直到1949年 那么这里呢,我们主要谈一下伊宁事变,也就是伊宁叛乱 伊宁叛乱到今天为止,讲的人依然很少 知道人也不多,因为这牵扯到民族问题 古今中暗,但凡说到民族问题,都是很难说清楚对错 因为民族问题在本就已经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上 又加入了民族的不同风俗,历史,习惯,宗教信仰 等等更加复杂的因素 因此呢,就使得民族问题如何正确的判定 变得更加的困难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疆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 1933年,盛世财掌握了新疆省大权之后 为了依靠苏联,巩固他的统治 长期实行了亲苏亲共的政策 但是双方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任过彼此 1942年,盛世财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投诚 反苏反共 逮捕了苏联人员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 苏联呢,开始积极的扶植反盛世财的各方武装 及政治组织 1943年到1944年间 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 副领事布莱索夫为中心 策动伊犁各族各地人士 建立了各种秘密组织 在左翼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 发展了阿布图里克木 阿巴索夫 这是维吾尔族人 和其他众人 阿巴索夫和他的同伴们 联合了有很大社会影响的大红 埃里汉·土列,这是乌兹别克人 成立了一个由12人领导的解放组织 埃里汉·土列是一个支持 泛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教的上层人士 因为受到伊宁警署的监视 阿巴索夫的革命活动遭到威胁 所以被迫避拒到中苏边境 在各地联络各族的青年成立游击队 1943年 达里利汉·苏国尔巴耶夫 这是哈塔克族人 在苏联派出的以波波夫少将 为首的12人顾问团的陪同下 从苏联回到了新疆 阿山、清河县、布尔根河流域 加入了乌斯满 乌斯满是哈萨克族人 他领导的游击武装 达里利汉和乌斯满的合作 使得阿山地区形成了哈萨克族 克列部落的大联合 一日对抗新疆的省军和国军 1944年9月 圣日财因为试图再度投靠苏联的斯大林 而为国民政府调离新疆 他的调离使得新疆暂时出现了权力真空 这样就使得新疆的北部爆发了多起事变 1944年5月 在罗斯耶夫 这是苏联人 曾经在圣日财主政时期 与苏联顾问之名 担任过新疆省北吾尔文化促进会会长 他向新疆的少数民族革命领袖 传授过民族革命理论 另外一个呢 叫司马伊诺夫 他建立了伊密尔指挥部 同时呢 1943年12月 苏联开始协助乌斯满 组织反盛世财反中国的阿勒泰哈萨克复兴委员会 以期望建立新回教国 1944年初攻占了科科托海线 清河线 布洛尔托海线 6月份联合达列利汉的反中国武装力量 后来又再次联合维吾尔族的反政府 吉乃姆游击队 在10月份成立了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 1944年10月下旬 苏联还在新疆的伊宁成立过一号房子 二号房子 另在阿拉布图派遣贝利亚 为苏联红军对中国新疆作战进行督战 那么1944年 新疆民间自发性成立的东突厥民族解放组织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们为什么要奋斗 文章里说的很清楚 他说 中国人从戈壁沙漠对面遥远的中国 入侵我们的东突厥斯坦 令我们渴望和平的心理和诚实 用军队和皮鞭获得了统治权 他们压迫我们比对待家畜还要残酷 他们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 不能带给我们幸福快乐的生活 不能提高我们的文化教育水平 不能改善人民过去的生活状况 相反 汉人掠夺我们 像对待奴隶一样 对待我们 把我们当成文盲 推入黑暗中 1937年到38年 盛世财转向民族屠杀政策 开始法西斯主义的统治 这种法西斯主义 把所有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们都看作敌人 盛世财和他周围的汉人 认为东突厥斯坦民众就是敌人 或者下等民族 使用各种残暴的方式来压迫我们 何家尼亚兹 塞里普汉等大约400位领袖 被逮捕审讯杀汉 为了终止残暴的统治 为了我们人民的自由战士们在友情和正确的指导下 应该团结起来 实际上新疆当时的动荡形势 始作俑者和主要责任人就是盛世财 盛世财在新疆的统治 极大的动摇了 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平共处 共同进步的这个基础 再加上虎视眈眈的苏联在旁边兴风作浪 最终就酿成了伊宁叛乱这个人间惨剧 644年 新疆的东突分子以盛世财的献马运动为借口 在伊犁 攻哈 挑动 民众发起了叛乱 与的同时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 大批在苏联学习了特种作战技术的突厥极端分子 分成越过国境 进入到暴动地区 直接参与了这场叛乱 叛乱初期 叛军利用国军在伊犁河谷兵力空虚的契机 取得了一些胜利 一度占领了尼勒克 蒋介石胜度之下 命令朱少良 接替了盛世财的职位 调遣内地的国军西进平叛 调动的部队就是胡东南的麾下 刚开始一起击溃了叛军 但是苏联不甘心失败 所以继续向伊犁的反叛组织提供军火 以及人员的援助 在1944年10月7日这天夜里 在伊宁发动了暴乱 屠杀当地的汉族军民 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 张志忠曾经说过 三驱汉人被杀了很多 有些地方只剩了老弱妇孺 数十人 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 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 青壮年都被杀光了 至今为止 关于伊宁事变中被害的 汉回平民数量 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就在伊宁发生暴乱的同时 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 那么有种说法 列斯肯是苏联的间谍 他带领苏军的特种部队 在果子沟 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 第一公路 那么另外呢 反叛组织的头目阿瓦索夫 和阿雷克山德洛夫 率领一支苏联部队 从霍城越界潜入了伊犁市区 随后杀害了国民政府官员 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 国军守军的一个牌 试图重新夺回大桥 还没有出城 就遭到了叛军的伏击 入夜 公哈一带的恐怖分子绕道 赶到伊宁城 开始四处的进攻国军守军 暴动很快的成功了 幸存的国军守军 养护了一部分伊宁的居民 撤退到了会员老城和埃林巴克 杀红了眼的暴徒 在苏军的协助下穷追不舍 12月31日 在数十架轰炸机和石门火炮的支援下 苏军军官指挥叛乱的暴徒 攻下了会员城 国军守将陈伯良和高伟 用中正舰切副自裁 有用说法呢 说两个人是拔出手枪 互射身亡 而暴徒再次学习了会员城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伊犁郊县的数十万汉族军民 纷纷的逃往燕齐 结果被苏军和叛军追上 紧接着就是一场大屠杀 最后生敌燕齐的人只剩下30多人 这个时候整个伊犁地区 只有埃林巴克一地的国军还在监省 埃林巴克在突厥语中 叫做张园子 位于伊宁东北 是全城的最高处 北围飞机场 南是乱坟钢 原来是沙俄军队的营房 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 伊宁泡乱之后 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的约8000人 从1944年10月9日 叛军开始围攻阿林巴克 九宫不克 1945年1月10日 国军第45师和预备翼第70师 试图救援埃林巴克 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着严寒 跨越了天山 抵达了伊宁东郊 结果遭到大批装备精粮 受过正规训练的叛军围歼 埃林巴克守军一见救援不成 所以决定冒险突围 突围后 残余的2000多军民 又遭到叛军骑兵的追击 预备第七师副师长 守将杜德福 预备第七师参谋长曹日林 战死 最后这批死守埃林巴克的军民 仅有800多人生还 其余皆被杀害 伊宁沦陷之后 大批的东突团分子 手持着大刀和木棒 四处搜杀汉人 其中东北籍汉人 无疑人幸免 因为盛世财就是东北籍 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 都被拖到河边 用木棒打死 而在1944年11月12日 叛军们就成立了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埃里汉土列成为了政府主席 阿奇莫伯克为副主席 规定的国旗是绿地 中间是黄色星月标志 但有明显的 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 1945年2月 伊利北政府还发布了兵役法 规定20到22岁的公民 要应征入伍 服役三年 1945年4月8日 还在伊宁市西公园 也就是后来的斯大林公园 现在叫人民公园 在那里举行了一场 适时大会 在大会上 埃里汉土列 发表了带有 泛伊斯兰主义 和泛突厥主义的 煽动性讲话 并给汉军各部队 授予了 标有伊斯兰星月辉 写着 为东突厥斯坦 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 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 伊宁暴乱时期的叛军 并不是单纯的民间武装 而是有大批 被苏联训练过的 有组织的武装分子 甚至是 由苏联红军 直接参加的武装力量 1944年10月9日 当时 伊宁驻军的负责人 后来壮烈殉国的 国军将领曹日凌 曾经亲自发电报 报告朱善良 电文中说 名为剿匪 实为国际战争 市区土匪 全为规划人 规划人指的是俄罗斯族 即塔塔尔族 以其领事馆做根据地 所后武器 皆是苏联制造 其实这里的真相 是一目了然的 当时在伊宁地区的国军 并不是杂牌部队 而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 这和伊宁叛乱 黄埔军销毕业生 团级以上 战死了八个人 最后为了评判 蒋介石命令马不芳 派一个军的骑兵 驻扎到新疆 同时提出的口号叫做 死守大敌化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兼参谋长郭继桥 奉命抵达了敌化 将新编第46师 新二军 马成乡的整编骑兵第一师 赞三师 第43军 还有新45师 这么多的中央军部队 调进去来评判 如果仅仅面对的 是民间少数民族的叛军 这是完全说不通的 为什么爱林巴克的国军守军 要貌似突围 因为守不住 为什么守不住 幸存者讲得很清楚 大炮轰了十几天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火力 能够将国军部队 逼到了被迫突围的绝路上 而如此强大的武器装备 来自于哪里 答案 是显而易见的 1945年2月开始 伊犁的国军基本阵亡 盼了开始向着北疆和南疆发展 7月 在叛乱军和当地暴徒的夹击下 塔城国军政府人员和汉族群众 一万四千多人逃入苏联 塔城沦陷 此时北疆的阿山地区局势更加混乱 乌斯满和达雷利汉 两次大规模的进攻成化 那里的国军守军英勇还击将之击溃 8月7日 一支来自于蒙古的骑兵部队 和达雷利汉的叛军会合 第三次进攻成化 在国军的抵抗下 证然没有能够夺取成化 9月份 叛乱军的独立骑兵旅赶来 终于在9月6日攻破了城墙 国军守将高伯玉 率领守军和百姓三千余人 弃城北逃 希望能够进入蒙古避难 但在中蒙边境遭到了蒙方的阻拦 叛军赶到 残酷的杀害了高伯玉以下 国军官兵1130人 与此同时 1945年4月 叛军主力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 开始向迪化进军 9月份将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 马纳斯河西岸 在南疆 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直出天山 进攻库车 在阿克苏一带和国军展开了拉锯战 在普黎以苏联的托和托米什为基地的恐怖组织 夺取了普黎等地 成立了为普黎专属 开始向英吉沙 库车等地进犯 10月份 叛军和国军守军在这些地区对峙 那叛军和国军对峙在 马纳斯河沿岸 国军调集了大批部队 死守大敌化 尽管国军调来了大批的部队 但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 仍然十分担心敌化将不保 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候 朱少良曾经八个小时之内 给蒋介石连发了三份集电 电文上写着 内阀可用之兵 外无一缕之缘 敌化危在旦夕 卑职唯有以身殉职 与国共存亡 上报党国 恳请军作 素仇良策 后来国军的援兵陆续开治 终于解了敌化之为 阴庭暴乱中 誓死不退 以身殉国的 基本上都是胡宗南的麾下 隶属于第29集团军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 当时战死沙场 为国捐躯的这些国军团以上的将 其中首推杜德福 杜德福出生于1903年 他是浙江省东阳县横电镇后山店人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横电影视城那个地方的人 黄武军校三期毕业 历任陆军第三师步兵第八旅第十五团团长 陆军第四师步兵第237团团长等职 伊宁暴乱的时候 杜德福他是临危受命 空降于微城之中 担任一名守备指挥官 统筹战胜 他还率领 手下的军民从1944年10月中旬 苦战到1945年1月下旬 终至弹尽粮绝 仅1945年1月份 杜德福和他会下的军民 就遭到了4000多发炮弹 和1万多发凯击炮弹的攻击 当时被围的伊宁据典里 有难民千人 都是心向祖国 如果将他们留下 必然会被屠杀殆尽 于是杜德福就下定决心 要带领全体军民冒死突围 死中求生 当时他历生的告诫部下 他原话这么说的 无以丧失失地 宁人此结仪者 气高胡吻爷 大汉天生 安危供障 此则拒死 勿苟勉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 我已经丢失了部队 丧失了城池 我怎么能够忍心 将这些百姓 丢弃给那些虎豹豺狼 我大汉子民生死与共 死就死在一起 绝不苟活 于是杜德福将军 在1月31日 率部突围 突围之后 到达皮形清沟 也叫皮尔清沟 就遭到伏击 叛军清朝出动 层层包围 中英寡步敌众 弹尽粮绝 全部壮烈牺牲 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大事记里 这段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 这么写着 伊犁事变的哈瑟克民军攻新疆伊宁 国军预备第七师副市长杜德福以下官兵4000余人 在突围途中于1945年2月1日震末 杜德福与皮尔清自尽殉职 追进陆军中将 除了杜德福 曹日灵 湖南永兴人 皇武军销六期 预备第七师参谋长 兼伊宁守卫部队参谋长 在伊宁战役中殉国 江一泉 贵州锦平人 黄埔军校八期 预备第七师十九团上校团长 在伊宁近郊爱林巴克机场作战中 阵亡殉国 彭俊叶 湖南旭府人 黄埔军校八期 预备第七师二十一团上校团长 在伊宁城龟王庙战斗中 阵亡殉国 方庭仪 湖北孝改人 黄埔军校七七 预备第七师二十团上校团长 在乌苏作战阵亡殉国 邱建民 江西云渡人 陆大毕业 黄埔军校第七七 新四十五师少将参谋长 京河之义壮烈殉国 滕宝雄 浙江 冲州人 新四五师三团代理团长 京河作战阵亡而殉国 赵木如 籍贯不详 四十二军一九一师 五七一团上校团长 京河战役阵亡而殉国 李树堂 陕西浮丰人 黄埔军校八七 四十二军一九一师 五七一团上校代团长 京河战役训国 韩放局 湖北宜昌人 黄埔军校第七七 补充团上校团长 在塔城作战 阵亡而殉国 当时因为苏联的飞机坦克 以及外蒙军队 都已经越境 驻叛军作战 所以中国的外交部 向苏俄大使潘用心 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但苏俄大使潘用心 向外交部声明 说新疆军队 是为了追击哈萨克族人 入侵了外蒙 而苏俄根据与 蒙古所签订的互助条约 不得不予以支援 这简直是强词夺理 天方夜谭 无中生有 我这里想说的是 无论我们如何的去认识 伊宁暴乱和后来的三驱革命 但是我们都不应该忘记 在伊宁炮乱中 为了保护 汉族同胞 不遭杀戮 而死战不退 壮烈殉国的这些国军将士 他们对得起 中国军人这四个字的称号 抗战期间 胡宗南驻防西北 因为强大的武力 有效的抑制了地方势力 与外部勾结 妄想分裂国家的举动 并且将河西走廊和新疆 纳入到中央的版图 1942年 回马 同意将甘肃的河西防务 转交给了中央 由胡宗南的第42军接管 并为原来第一师市长 李铁军担任了河西警备司令 1942年7月 盛世财准备归顺中央 胡宗南调第一军军长 韩西侯至河西 李铁军升任第三集团军军长 开赴新疆 也就是后来的第29集团军 纵观整个抗战 与日本人勾结的少数民族 并没有严重的影响 地方的反叛并没有扩大 回马等实力派 也没有巨大的动作 盛世财归顺了中央 这可以说 与胡宗南部队 在大西北镇守和前置 起到了安定当地的作用 所以胡宗南呢 他和他的部队 是维持西北局势 相当重要的力量 使得中国抗战 没有后顾之忧 也确保 在抗人人生 如此艰苦的时期 中国西北的领土 没有被国外势力 蚕食和侵占 从这点上说 胡宗南和他的国军部队 尽到了中国军人的责任 抗人战争胜利的时候 胡宗南被派到了河南 主持受降仪式 他会下的国军 经过了整编 军改为整编师 师改为整编旅 他的部下达到了20多万人 作为长期跟随着蒋介石身边 从东征一直打到抗战争胜利 胡宗南有着亲属的认识 他意识到 抗战胜利之后 国共的矛盾将会摆到桌面上 国共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胡宗南部队 与八路军 在抗战胜利之后 发生军事冲突 是非常早的一批 1945年10月份 双方在安阳汤银附近 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作战 1945年10月 刘伯成指挥麾下八路军 约5万人 在玉北发动作战 拿下了汤银县城 但很快 胡宗南就指挥 他属下的新边第四路军 孙殿英部 进行了反扑 孙殿英抓住了当时八路军 围攻安阳据点 久攻不下 这个不利的形势 拆拆八路军手备空虚 收复了汤银县城 而面对胡宗南部队 咄咄逼人的攻势 进去辱于八路军 被迫后撤 放弃了原来的作战目的 那么也正因为这次交手 胡宗南 对当时八路军的情况 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那么根据他自己的一些体会 在1945年 11月 他赶到重庆 参加了复原整军会议之后 他亲自去觐见了蒋介石 提出了他自己 关于脚供的看法 胡宗南说 尽管抗战胜利之后 经济困难 但是 国军 应该保证 官兵的响吟不变 同时蒋介石 应该亲赴 西安 或者泰原 振奋军心 借着抗战胜利的士气 迅速的 对陕阁宁边区 进行 大规模的围剿 此事 亦快 不亦迟 趁着八路军的主力 在山西 近北 25万 近南 15万 全部集中于此 将其一网打尽 则一劳永逸 不过 胡宗南这个建议 因为山西 延西山 不予以配合 而之后 美国的盟友 迫使蒋介石 下达了停战令 这就使得 中国共产党 用了重新部署的时间 而国民党 从优势 开始走向劣势 所以胡宗南 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 很多人自然就联想到了 他夺取空城延安 然后和彭德怀 彭老总 在西北熬战 因为宣传上的缘故 很长一段时间里边 很多人认为胡宗南 在解放战争中 碌碌无为 但这是不准确的 胡宗南 实际上 在解放战争中 打满了全场 我们之前提到了 在日本人 刚刚投降以后不久 在安阳 他就和刘伯承的 八路军交了手 而在内战全面爆发的 关键性标志 中原突围中 胡宗南 又率领了国军 给中原突围的 中原野人军部队 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那么下一集呢 我就开始给大家讲一讲 胡宗南在内战 正式爆发以后 他在战场上的表现 在战场上的表现 中原突围中